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请部长跟那个 杨部长 这里就一个部长而已啊不是一样 杨部长跟那个国安局副局长 陈梅你好你早 部长我要来之前有人跟我 因为我不认识你嘛 刚刚连你姓什么都叫不太出来 所以有人稍微跟我介绍了一下你的一些特色 那其中有一个 有一点负面 那我就 因为我不认识你 我不能就马上听人家 说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那其中一点有人提到说 这个会拍马屁 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呢 但是我今天来听一下 好像有点道理耶 我怎么说这个是有机可循的 因为在你的这个报告里面啊 你都一直在几乎都是在造稿念嘛 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唯一没有造稿的地方的时候 是在那个你特别感谢那个新闻局 江局长点名出来 江局长的名字没有在这个报告上面 但是呢后面还有这个圆明会的主委孙大川 你就没有特别再感谢孙主委 没有我没有听到 你没有讲 你有讲到圆明会 但是你没有特别要感谢孙大川主委 你只有特别感谢江局长 你不用再跟我狡辩 回去我们都有记录的 我在下面听得非常仔细 所以 好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主席啊 在这边 所以你要特别点你那个江局长 好啦 不要再变了 没有那一回事 你看你再讲 你真的 好 第一个人家说你拍马屁 我现在讲 第二个人家还说你耗变 对不对 我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 就耗变嘛 你耗变好 没关系我们来讲车子啊 车子 大家可能觉得说可能 左驾右驾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人提到一个 刹车跟踩油门的问题 是完全左右颠倒的 不会 又不会 我不想跟你在这边变 我只是提醒大家 这个踩油门跟刹车 现在是一个锁国的驾驶 开车载着总统 载着我们的总统 我们关心马总统的这个 乘车的这个安危 那这个驾驶 锁国的驾驶 在不熟悉 这个台湾车子左右边的这个情况下 然后就贸然在试开一个小时就载总统 我想这个 你还要再继续变 本来你用两台 这个用 用了这个方向不一样的车子 在人家的国家这样子开 已经是 已经是非常 就是恨行在人家马路上 已经是非常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你还要再耗辩 好我 在这边问你 刚刚我接续一些 刚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帛琉 中国有没有 在最近一两年的时间 有没有尝试着 来挖我们的邦交国 特别是帛琉的部分 没有 绝对没有吗 一点动作都没有 那你很状况外哦 国安局 有没有 目前没有很明确的证据 证明中共在那边 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 你们为什么在你们的这个报告里面会写 在你们的秘密报告里面会写 是哪一份 哪一份 除了现在目前中海油 在那边帮他们探勘石油之外 其他没有任何证据 你漏掉一项 哪一项 哪一项 你问我 但是你们自己的报告你问我 请委员指教 我可以讲出来吗 请讲 中间 光是帛琉就有两个 令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非常可疑啊 然后外交部 外交部完全说 完全都没有 你完全状况外 就我们这些资料 我们看是 目前是没有 目前是没有 所以国安局跟着状况外吗 还是因为 是局长知道 然后副局长不知道 能够报告的话 我们一定会跟委员报告 那所以 这个部分是不能报告 还是你真的不知道 我刚刚讲过了 目前没有积极的证据 证实说中共在那边 有任何 那有消极的证据吗 刚刚讲了 除了中海油这部分 商业 所以 所以其实是有动作的吗 除了中海油以外 假如说委员 假如说委员一定要将商业行为 和这个政治动作挂锅的话 我们可以这方面 我们会继续在注意的 我们并没有注意 所有国家的这个 很多的建交 其实讲白了 大部分就是建立在经济上 应该是这样 对 这样子没错 所以任何的这个经济活动 尤其伯留跟中国的这个经济活动 你们都要特别注意 是谢谢委员指教 我想外交部在 积极巩固邦交方面 一定做的一定是不一一律 至于说防卫性的情报来讲的话 我们安全局绝对不会缺席 那么在 这个中国沈阳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透过它的区域代理 跟这个帛琉的 跟帛琉的官员 见面 然后他们有一个 这个合作 一个4000万美元的 一个合作计划 你知不知道 这讯息你们有没有掌控 目前我个人所了解的话 就是中海优这个 所谓石油探勘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石油探勘的部分 那另外帛琉有要求 要在中国设大使馆 这个讯息你们有掌握吗 我就我个人记忆所及 这部分我没看到 那你真的是失忆了 这东西在你们报告里面 你自己回去看 假如说是一两个国会议员 有这种建议 那如果是总统的弟弟呢 总统的弟弟 他人家任意向总统的话 我们当然会注意了 那就是总统的弟弟啊 然后这个你竟然不知道 然后外交部也不知道 完全状况外 还大言不惨的说 中国从来 没有来挖我们的邦交国 这个帛琉的部分 我想刚刚部长和我来讲 一直都没有强调说 中共从来没有这方面企图 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掌握 这些证据 这些情报 对但是刚刚那么重要的情报 然后外交部长竟然不知道 上次次长说不知道也就算了 结果部长还不晓得 我想刚刚这个严富局长所提的 就是我们外交部跟国安局 对于相关的资讯都会很注意 你们有没有在沟通啊 当然有 以目前的这个情形来讲 我可以跟你报告 我们跟帛琉邦交稳固 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但是我伴供你不要再讲这种 会让人家吐的话 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人家在背后做了哪些事情 你完全 你状况外 你当然觉得说不受影响啊 我现在都已经讲得那么明了 你们自己回去好好的研究 研究看应该要怎么办 另外 部长我请教你 上次那个韩剑沉没这个事情 是 外交部什么时候掌握这个讯息 我们是在帛琉访问的时候 帛琉访问的时候 是 那是也是透过 透过总统 经由这个记者的转述吗 是这样吗 是总统告诉你们这个讯息的吗 这个资讯的来源 我是从这个总统那边知道的 对 对 所以你们还要 那总统还需要你们这种幕僚干什么 这种讯息应该是要幕僚先得知告诉总统 怎么会是总统告诉你呢 好那我再请教你 到底这个国安 国安会议到底有没有 国安机制到底有没有启动 国安会议到底是怎么样 总统在跟媒体这个查序的时候得到这个资讯 我们马上停止这个查序的这个活动 然后总统就找我找国安局的这个 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 副秘书长 以及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 那个新闻局的这个江局长一起 到他的这个刑管开会 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分头啊 就各不同的资讯来源啊 做一些这个收集跟比较 所以这是国安 这是你们所谓的国安会议 你如果把它定位为国安会议 也不为过 因为讨论的是一个国际间发生重大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 各种资讯都还不是很明朗 韩国政府清瓦台 都还没有正式宣布 这个原因只有媒体外头的这个猜测 说是有北韩的因素 因为有这个猜测北韩报导 北韩因素的报导 所以我们就很严正的来看到这个事情 根据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 国安会议应该 要有哪些成员来开 是只有你讲的那几个吗 没有 我刚刚没有讲说 如果你要把它定位为是小型 国安会议也不会过 我没有要把它定位成国安会议 我只是请教你 这样是不是 你们开的是什么会 是国安会议吗 你说是啊 你说是你说是我就要搬出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啊 因为在国安会议 你至少 我的个人解释 你国防部长 经济部长 这个国家安全局局长 等等12人啊 事实上总统也 总统也就在我们在这个宣传开会的时候 然后跟国安 跟那个国防部部长 以及相关跟这个小副总统 跟这个吴院长 跟这个王院长都通了电话 但是有没有跟国安局局长联系 有 你确定有 有 服务秘书长跟他联系的 但是我想立法院院长应该不是在这个会议的成员里面 不应该喊 我想总统的用意就是因为这个相关 国安机制到底有没有启动 这个不是我自己成绩能够决定的 不是我问你有没有 你在总统旁边你要知道啊 国安机制有没有启动 到底有没有启动 我不晓得你所谓的国安机制是什么意思 就根据这个罕见沉默的事情 国安机制有没有启动 我不晓得你对应 所谓的国安机制的定义是什么 我说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国安机制就国安机制 针对这个事件有没有启动吗 我不晓得 你在总统旁边你怎么会不知道 我跟你讲的就是说 因为当时所得到的资讯报导是有北韩的因素 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位为跟国际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 所以东北亚的安全有关 所以我们必须要 必须要比较谨慎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国安机制是什么定义 这哪需要什么定义 就是国安机制 针对这个事件的国安机制吗 国安局 委员这样子好不好 我这个 多带您几分钟 国安机制事实上 假寻骗法条内容来讲的话 看不到这事 我只问你针对这个事件 如果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简单回答就好了 我根据法律部刚刚既然你委员您提到国安安全会议组织法 根据第二条到第五条的规定来讲的话 总统有权召开国安会议 国安会议来讲成员也许刚刚说你讲12个人 可是12个人并不是说没事 我现在问你国安机制有没有启动 有机会沟通意见 我想那是很正常的 所以就你这样的转述 意思是说总统府那边的发稿 意思是说 这是就经过北韩 这个北韩这个军舰沉没的 对不起 那个北舰沉没的事件是因为 国安机制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实验性的 实验性指的 国安机制的启动 然后你说只有部长 只有部长在跟谁 国安会秘书长在旁边 然后竟然我们部长不知道 他不知道国安这个国安会议 有没有到底是 有没有召开国安机制 有没有启动 部长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帛琉中国到底有没有来挖脚 也通通不知道 你是一个不知道部长 什么都不知道 好我陈伟 我已经多给你两分钟四十六秒了 那很多是他们在废话 不针对问题回答 这个执行权力委员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是特殊的 好啦 好啦 但是你感谢啦 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 你看今天这个最 那么严重的问题 国安机制国安会议到底是怎么样 你通通不知道 你用书面 什么书面 他书面在回复也都是报喜不报 然后用整个报告 你这条有没有投出来